大家好,又到了兄弟联加奥系列课程时间,我是威哥 跟着威哥走,吃喝啥都有,大家好,我是小白 好,今天是我们的第21讲 在这一讲里面呢,我们来一起来探讨一下这个逻辑运算符是如何使用的 OK,好,我们看一下我们的大竿里面就是讲这个逻辑运算符了 好,我们在现在呢,我这里列出一个逻辑运算符的一个表格啊,都有哪些符号 我们来看一下,逻辑运算符呢,是对于这个布尔类型结果的表达式进行运算的 它的结果呢,总是布尔类型,逻辑性嘛,对吧,就是真或者是假 或者说是处,我们这里面是处或者是false,对吧,那它都有哪些运算符呢 比如说我们看这里啊,在最左边 这是一个与号是吧,你叫and符号,对吧,我们这个啊,键盘上这个跟7在一起的 and符号,这表示呢,是与关系的意思 与关系的时候呢,我们就说,比如说一个是 但是,两个运算符都是逻辑运算符啊,都是这个返回的是这个处或者是false,好吧 如果是,呃,其中有一个是这个false,那么结果就为false 哎,与必须是两个都为处的时候,才必须是处,啊,他与他,对,两个人必须并列啊,并列的这个关系,OK 好,这边是或,或是相反了是吧,或就是只要有一个为处,那么就为处 是吧,好,哎,然后这个是,呃,这里面有一个异获,是吧,异获,对,有一个异获,我一个获还一个异获呢,哎,异获的这个原理呢,是这个,呃,当两个相同为for 两个相同为for,对,不同为处 比如说,这里有一个处跟false,是吧,亦或一个false,啊,那么他结果就是处 就不同,哎,不同的,那结果就是,对,符号两边的表达式,啊,这是也可以是个表达式,啊,符号两边是不同的结果,啊,一个是处,一个是false,啊,那么结果就是处 如果两边都相同,两边都是处,那么就是false,啊,两边都是false,他也是false 也就是相同为for,不同为处,ok,好,这样,等一下我们可以验证一下,啊,好,这个非就是,呃,相反嘛,是吧,哎,就是反的,啊,处就是for,for就是处吧,啊,对吧,啊,OK,好,我们来,一起来给大家,呃,简单写一下,啊,演示一下,好,我们这里打开呢,这个第21讲,啊,我这里新建了一个叫logic operator,啊,这样一个家类,我们打开, 是我们的逻辑运算符,OK,我们看第一个,是我们的这个,呃,与运算,是吧,对,与运算,假如说,我们有一个,呃,不二类型的,一等于,呃,处,不二类型的, 啊,B2等于for,那我们要输出这个,B1,与上,这个B2,B2,你可以返回一个值啊,如果他里面,这个表达是有反微值,他就直接会输出了,是吧,啊,你也可以用单独一个变量来接收这个值,是吧,我就不用接收了,我就直接输出了,OK,好,这是语,啊, 你看 这返回的是什么 force 对吧 哎 两个 只要有一个为force 他就为force 是吧 ok 必须是两个都是true的时候才是什么 才是true 哎 就是语 哎 这是语运算 是吧 这个是语啊 ok 那我们刚才的看到的那个 还有一个是吗 语或 或运算 是吧 如果是或运算的情况下啊 我再把这个改成force啊 或运算的情况下 我们来看一下 b1或或是一个那个 出现是吧 b2 编译一下 我们看 这不出啊 或是不是只要有一个处就没出啊 对吧 对 哎 一个处就没出 就这个意思 然后还有这个 异货 是吧 我们刚才说的异货 异货的话 我这打印出来应该是 第1 这个是 异货 这样吧 第2 对吧 好 编译一下 是不是处 只要有不同为 处 相同为force 对吧 就是啊 注视一下啊 不同为处 处 两个表是吧 相同 为force 这是抑或要注意的 ok 好 还有这个 非 运算符 非运算符 我们就用一个了 比如说 就是碳号加在前面 对吧 一个碳号加在前面 就是非 b1 b1是处啊 所以输出的结果应该是 force 是吧 因为处相反就是force 如果b2的话就是处 是吧 这是几个这样的基本的一个 逻辑运算符 ok 好 那我们再往下看 我们还看到这个有 两个 n的符号的是吧 和两个竖杠的对吧 这个叫什么呢 叫短路语 跟短路货 那短路语 你看一下 我们看一下运算结果 如果是一个force跟一个处 用短路语的话 返回的结果 也是force 哎 维哥 你看这个短路语跟上面那个语啊 他俩失利相同 结果相同 我干嘛用短路语还多打一个符号 哎 那么这里呢 也就是说这个语跟短路语之间 你这里看好像没什么区别是吧 是啊 实际上他们是有 运算的时候会有区别的 ok 维哥给你讲讲 好的 看啊 好 我们先看这个 语运算符 刚才我们在这里面是做的运算符是吧 那这里面是不是两个操作数啊 是 两个操作数 实际上它是这样的啊 在用语的时候呢 它两边的两边的操作数 都要分别进行计算 如果两边都计算为 然后计算出这个值以后 然后再进行语运算 两边算完再算语 对 是这样的 举个例子啊 比如说我们有一个 这个 一个数 Int A1吧 等于 10 比如说啊 然后再变一个 A2 等于 5 假如说 是吧 然后我们这个 输出的时候 我们就直接输出什么呢 这个比如说 A1 大于 A2 这是一个逻辑运算是吧 逻辑运算肯定会返回一个 逻辑值对不对 这是一个表达式啊 这个表达式 完了以后呢 我再 括号括先把括号括起来 再跟这个 B1 做与运算 是吧 再跟B1做与运算 你看一下这个这个结果 就这个表达式一个结果 是吧 也就是这个符号呢 它要先运算这个表达式 这个如果是后面 还是表达式的话 它也要算一下 它也要算一下 然后再跟这两个表达式 再去做 与运算 对吧 再做与运算 OK 你看一下 说错 因为我这个是10代3 对吧 对 大于 10代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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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那么如果我用的是这个 短路语的话 是什么效果呢 比如说 A1 大于 A2 再 两个语是吧 B 1 是吧 B 那这个效果是不是结果是一样的 结果也是处是吧 对啊 结果那它的计算原理是怎么呢 计算原理是这样的 如果 第一个表达式 这是第一个表达式 在左边的是第一个是吧 对 第一个表达式 先计算 与运算的话 是不是有两个相 两个都会处才会处啊 是啊 对吧 如果第一个表达式 计算出的结果 如果是 FORCE的话 那么后面那个表达式 就不需要计算 因为 你这个语运算是 第一个表达式都已经是FORCE了 后面那个不管你是FORCE还是处 都 最终的结果都是什么 最终结果都是FORCE 对吧 都是FORCE 也就是说如果把这个符号给大家改一下 你看啊 把这个改一下 改成小于是吧 这边也改成小于 改成小于符号 那也就是说 A1小于A2 这个表达式 返回的结果就已经是什么了 FORCE 已经是FORCE了 所以后面这个如果还是个表达式的话 就不需要再计算了 它就直接返回结果了 是不是相当于少计算了一步啊 少运算一步是吧 那如果用这个直接的语运算呢 就说A小于A2 运算出来的结果 它是FORCE 但是呢 它还要再去计算 后面这个符号式 然后再进行语运算 懂了 明白了吗 明白了 它就是这样的一个 运算方式 维哥 按照这个原理 那我以后肯定用短种语啊 对呀 这学生太稀罕了 捏捏捏捏捏捏捏 OK好 这里呢 为大家简单的这个 这个 就 讲到这里 那么这个语是这样的 是不是还有一个字叫 或 或呀 或就是刚好相反是吧 对 刚好相反啊 我们来看一下 如果是 A A这个 或 或于这个 这个表达式 或这个B1的话 是吧 或这个B1 那么前面这个表达式 如果是返回的是 FORCE 返回的是处 是吧 如果它返回的是处 那么后面这表达式 要不要计算 不用计算 或的话就是 有一个真就会真了 对吧 有一个真就会真 就同理 比如说语的时候是 前面是FORCE 它就不往后算了 过的时候前面是True 它也不往后算了 太聪明 正好反共来说 聪明 太聪明 必须的 OK 好 这是这个 语与短路语的这样一个区别 OK 这里面有一个是说计算机里面 我们默认1为真 大家就了解一下 非0即为真 0为假 好吧 如果是你数字在做这个 运算的话 就是你要认为非0即为真 0就是表示假 OK 好 那么这些呢就是我们这个 逻辑运算服务 就给大家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 威哥在手 天下我有 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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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